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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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來看 今天帶大家來看 球場美食 這附近有球場嗎 有啊 這邊 在饒河夜市的對面 離關山夢球場蠻近的 對了 饒河離關山確實不遠 你要這樣算的話 那我們到另外一邊 也有大巨蛋 打球的 看完球也可以過來 對而且 兩邊的行程都差不多 八九分鐘 差不多差不多 走路嗎 走太快了吧 狂奔啦 阿球場美食 其實他也是對運動員 友善的一間餐廳 來不用錢這樣 只要你是運動員 那就不用錢啦 沒那麼友善啊 你有想過老闆的感受嗎 其實運動員的需求 就非常簡單 第一個 他要吃得多 第二個 他要補充蛋白質 那蛋白質就是 肉嘛 沒錯就是肉 最近正好兩種都有 而且現在有優惠了 好囉嗦了 餓了走了 來 GO 我們現在來到 一千零一夜廚房 他是全台唯一 中東料理吃到飽餐廳 唯一一間嗎 你要把這個合起來 就是不要把它分開看 就是他不是唯一一間 中東料理 也不會是唯一一間 吃到飽 他是唯一一間 中東料理吃到飽餐廳 嘿呀 真辛苦你了啦 真的是蠻難得的啦 其實一千零一夜 一開始在台灣有名的是 水煙館 我小時候都在那邊喝酒 你小時候可以去嗎 成年的時候 成年的時候 成年的小時候 那邊現在都會有些 Ladies night 或是週五會 其實都蠻好玩的 喝酒的地方 沒錯 那你為什麼沒有找我 我們先把這次做好 有機會的話 老闆會讓我們去 OKOK 你說這個中東料理 那他的老闆是哪裡 那老闆是伊朗人 他老闆是伊朗人 純正的伊朗人 純正的喔 打比秀只有一半而已喔 這樣也可以拉回 跟棒球相關 對 我們是棒的一半嘛 你們不要忘記喔 他的廚師啊 或是他裡面的一些器材 或是你看到這些桌子 基本上都是從伊朗進口進來的 他本身有做貿易 甚至他的廚師都是從伊朗進口 所以他有在做人口販賣 更正就是從伊朗找來的 對對對 誤會 然後又要國際貿易這樣 對啊 那我們一般比較知道的 中東料理就是沙威嘛 對 就是夜市啊 看得到的 那沙騎馬是不是 沙威太快了吧 沙威龍呢 洗澡的 巴斯克能 一樣 這都比較麻煩 因為這都需要放水 沒那麼好 而且為了讓更多人 可以吃到中東料理 老闆退離開來這間餐廳 重點來了 超級評價 是能躲平 躲薄平啊 這麼平嗎 無聊嗎 有不好好講 他現在 105分鐘的吃到飽呢 只要599 而且不分平假日 真的很便宜耶 划算了吧 因為他一串烤肉 可能就不知道多少錢去了 通常我們在外面吃一盤烤肉 可能三四百塊也要嘛 對不對 不分平假日就夠兇了啦 我剛剛提到的嘛 打完球 看球前 或看完球都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沒錯 重點是 我沒吃過中東料理 我先去哪裡 沒關係我繼續 我們繼續喔 其實 我也是蠻餓的啦 好啦 他樓下還有餐廳 對不對 他樓下還有咖啡廳 都會賣一些健康的東西 算了我也餓了 好 打開電視沒什麼好看 掏出手機沒什麼好看 打開YouTube沒什麼好看 趕快訂閱沒什麼好看 打開電腦沒什麼好看 對著螢幕無極限的發呆 YouTube上都沒什麼好看 你還不訂閱沒什麼好看 就跟你說了沒什麼好看 你哪裡還看 既然都拿來麻煩 拜託訂閱還有點讚 吃團體你的money 但還是搶你buffet 不許你去問我老大人 成全名阿湯貝 講到阿湯貝就不 相當豐盛啊 真的很豐盛 其實我們剛剛拿了一圈下來啊 他跟我們以往的吃到寶餐廳 不大一樣是 人家那種 我們去飯店吃的那種 早餐 Buffet的那種 早餐Buffet 對對對 他不像那種 我們可能平常去吃Buffet 他是那種 放在那個桌面上讓你自己去拿 對 有的疫情阿什麼的 大家擔心食材問題 他這個蓋子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他這個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下面可以加熱啦 嗯 所以食材不就會冷掉這樣 對 所以吃都燙燙阿 魔法少年阿 吃燙阿 阿我們剛剛有吃過一些了 那其實你看這些的擺設 光是看這盤好了 你覺得大概要價多少錢 大概300上下 300上下 你看每個人 如果各拿一盤 基本上你已經付一半的錢 已經賺回一半了 我覺得這一盤更貴吧 這盤肉太多了 誰裝的 這麼貴是運動員 還在大 我還在發育阿 可能還是想說他還在高中球隊的時候阿 高中球隊你都怎麼吃 養豬喔 養豬式的吃法 你也不用管這東西好不好 推就對了 可是很奇怪是這邊怎麼沒有豬肉 他們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所以是清真式的那種宗教 他就是回教啦回教 基本上回教他們就不吃豬肉了 其實回教徒在台灣要找餐廳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他要避掉很多東西 所以他們這間餐廳也有清真認證 畢竟我們台灣的料理都是 豆豬肉 以豬為豬 才有用豬油 所以他們都不能吃 其實清真認證他非常的嚴格 他是連豬的東西都不能進到廚房裡面 所以你也不能說 不吃豬肉 我給你一個牛肉料理 但是你的鍋子可能炒過豬肉 那也不行 這麼嚴格 清真認證很嚴格 完全沒有豬 完全沒有豬 也不能有任何東西進入這樣 如果是回教徒的話 因為他們的選項很少 所以像這類型的餐廳的話 其實也是他們 一個很好吃飯的地方 那所以他剛剛 這樣可以吃嗎 餵豬 餵豬 不行不行 有豬這個字都不行 對對就是我們是 不能吃豬肉 但是不是說豬不能吃 喔好 那是什麼 劍王律師 劍王律師 但我必須得講的是 除了豬肉啊 我們常見的什麼 牛肉雞肉 其實對打球的人來說是蠻不錯的 有在健身的人 我覺得可以多吃雞肉 吃雞肉 可以幫你掌雞肉 真的嗎 應該有這個說話吧 有嗎 因為我覺得雞肉不錯 白肉不錯 白肉對運動員是好的 因為紅肉很像有 攝取的量限制 就是有在健身的人 其實還有一個發現 就是他們的東西 品項啊 他不是說 因為是Buffet 我就幫你做的少少少這樣 他其他的份量都非常足夠 像那個鮭魚啊 鮭魚超級厚 很大片 然後還有 我們在裡面 想說怎麼會有海鮮披薩 這個蠻特別的 結果海鮮披薩來吃的時候 驚慧天人 他的 餅皮 他上面有鋪一層 魚肉 那個魚肉是多到一個誇張 超多的 而且是整片都有 不是只有魚肉 看了有人餓了 我們就邊吃邊講 會吧 其實他這個Buffet 分了幾個區域 一個區域就是沙拉吧 然後沙拉吧 跟平常沙拉也不太一樣 就雖然有一些基本款 像我們常常看到那個 菜啊 或生菜啊這些的 但他有一些就是 已經做好的沙拉 然後有些是醃製過的 因為有些吃起來是有味道的 所以他這邊做法的味道 也都蠻獨特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吃的 那其實我可能覺得 我一開始會覺得 香料味會很重 我們對於中東料理的第一個 就是會不會 新香料放很重 但吃起來我覺得 蠻清淡的 還能接受 像這個東西啊 有雞 有牛 有羊 還有羊絞肉 雞絞肉 牛絞肉 覺得他的味道還不錯 所以這個是雞 我不知道 好剛剛講完 就我們有沙拉吧 然後他其他就像剛剛的絞肉的部分 然後會像湯 然後還有茄子 他茄子也是蠻特別 他茄子是把茄子全部都 處理好 然後所以你吃到是很濃郁的 茄香的味道 所以是他已經把它 尬過 對可以這麼說 然後飯啊 飯其實我們好像沒有裝上來 對他放有蠻多種的 有什麼蔬菜飯 番紅花飯啊 還有雞肉麵 哦對還有麵 你們來這邊一定要特別吃一下這個 羊什麼溪啊 對小羊 羊成溪 羊小溪欸 那是大飛的前女友啊 你就小羊溪幹 羊小溪啊 羊小溪 他這邊寫小羊溪啊 幹走 你去看 我來就好 好 你去看 請問哪時候改的 沒有改 一直都是 是 你們來這邊一定要吃一下這個 小羊溪 真的很嫩 嫩 吃啊 吃啊 那吃這個之魚 是不是要弄一些他們 在地的吃法 是不是要弄個餅皮之類的 你餅直接放嘴巴前面 然後再進去就好了 那麼韓式的吃法嘛 其實他這邊的吃法都蠻特別 你可以把這些肉啊 放上面 然後再加點沙拉 真的嗎 小羊溪一碰都爛啊 入口即化啊 真的很好吃耶 No.1 我本來就喜歡吃羊肉了 剛剛提完沙拉吧 跟我們的壽司區之外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飲料吧 那飲料吧的話 我們剛剛一直有提到 翻紅花 像這個就是 翻紅花百香果汁 那翻紅花 它其實是個蠻珍貴的食材 可以看到老闆 在很多地方都下蠻重本 然後像這個是優格鹹飲 這是冰紅茶 這是胡蘿蔔汁 它選項都還不錯 然後喝起來也是蠻特別的 如果你想要體驗比較特別的 伊朗的中東的飲料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喝看看優格鹹飲 它有優格 然後也有薄荷的味道 我等一下 你怎麼一隻眼睛不見了 我只能說 真的很特別 蠻特別的 我只能用特別來形容 就你喝下去的時候是優格的味道 然後你會感覺到 那個薄荷的味道上來 有層次的 其實它會一段一段的跑出來 還不是說一下去 全部都一起來 我覺得飲料人做到這樣不容易 好再來最後 我們吃完之後就是要吃甜點的部分 那甜點它有些伊朗特別甜點 像呢 Belkava 這個是蠻特別的 蠻甜的 Belkava 小的這個 小的這個 誰啊誰kava 阿媽kava 你會抓水耶 對它這個蠻好吃的 然後你會感覺要一個一個 一個接著一個吃的感覺 就是它香的味道 它不是香料粉 但我也不知道它是用怎麼做的 但是會有香香的味道 這個雞翅好好吃喔 那個雞翅很屌 真的很好吃 這個就是中 中東的特殊的甜點的料理做法 那今天這樣吃下來啊 你們有沒有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覺得那個 剛剛馬國吃的那個雞翅很屌 很好吃 味道很夠 它有炭烤味 然後也有那個 它很像是講麻辣的吧 它是不會有辣的感覺 但是會有稍微那種 麻香味 麻香味 它不是辣那種 它不會辣 因為我其實不吃辣 所以我吃其實還好 有別於我們台式跟美式 對不一樣 它們自己的一個口味在 那你呢 換我嗎 當然是 楊小溪啊 對啊它小楊溪真的不錯 它很嫩 入口即化這樣 真的是入口即化 我放一塊肉 然後而且它的那個醬汁 不會到很膩很鹹 它是味道是很剛好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處理的方式很厲害的是說 它的醬料都會包覆在它的肉上面 它不是整個泡丁 就是剛剛好 那你呢 我的話應該是鮭魚 因為其實平常我是不吃 魚類的 這鮭魚真的是 很重本 分量很夠 真的超厚的啊 不至於會變笨 沒事啊 所以它現在才這樣 我應該從現在開始吃 補一點回來 它這種魚的做法 它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分量 真的是厚片 就跟剛剛提到一樣 它不是因為buffet 就給你小量小量的人 對啊對啊 它都是大手餅 它不怕你吃欸真的 那剛剛我們三個都講完了 你這樣看下來吃下來 它的食物幾乎都是原型食物 就一些健身宅啊 他們不是都要講說 我吃原型食物 比較健康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邊就可以啦 Pizza還是原型的啊 吃完會變原型 我也是記得冰磚也是原型的 然後甜點我覺得就剛剛 你推薦那個什麼 太難唸 那個還不錯 如果你要吃甜點的話 就找那個最難唸的 那個最好吃 我吃吃看 拉拉咖吧是不是 但我覺得它 對我來講因為我比較不吃甜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甜 但我還可以接受 如何 很好吃 謝謝你精闢的解釋 等一下我可以形容出來它的味道 很像那個花生糖 但那個甜好像又跟它不太一樣 甜不一樣 但是它更香 但那個香你不會覺得說 很化學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香味 因為有些香跟甜味吃起來就是 可能會用糖醬 或是用香料去調出來的 可是比較化學一點 所以它可能就是 自己食材呈現出來的東西 壞傢伙 結果過癮 什麼時候壞傢伙 Bad Guy 一千零一夜廚房 我也在864段618號的二樓 那他們的一樓呢 也有一個健康的咖啡廳 那現在呢 不論平假日都是599之外 它還有一個活動 可以抽一萬六千塊的波斯地毯 只要我們追蹤他們的官方IG 然後也會標籤它的話 然後以及簽一下這個客戶資料表 那抽出來的話 這一萬六千塊的地毯就是你的囉 哇 趕快寫啊 有沒有比 一萬六可以吃幾次這個東西啊 還是把它當在這邊我們就來吃 想要看到更多球場美食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想辦法去開給你們看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小鈴鐺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沒有什麼好看 沒什麼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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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forget 他們很辛苦 他們好厲害 very funny 很帥 不吃我刀門 OK Thank you OK 沒什麼好看 OK That was good